上海大逃亡 李立群表示 我就靜靜地看著這件大事 上海衛健委人事異動 或射中共高層內鬥 拜登離開韓國前 向金正恩傳遞一個信息 德國代表稱 準備恢復和平談判 烏克蘭表示 基輔不妥協 觀眾朋友好 我是薛然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 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5月22日 星期日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在上海宣布22日恢復地鐵四條路線營運之後 當地卻湧現大逃亡的景觀 現居上海的臺灣著名藝人李立群看著昔日繁華 如今卻空空蕩蕩的大上海說 我就靜靜地看著這件大事 上海22日進入了第二階段的防控 就是此前官方宣布的常態化防控轉化階段 上海官方宣布 5月21日全市共劃分風控區2051個 管控區9742個 共約228萬人無法自由出入小區 防範區人數突破2000萬 風控區實施 區域封閉 足不出戶 服務上門 管控區是人不出社區 嚴禁聚集 防範區是強化社會面管控 嚴格限制人員聚集 從22日開始 上海軌道交通3號線 6號線 10號線和16號線 將恢復營運 隨後 大陸的媒體直播 上海地鐵赴使4條路線 顯示只有前往上海紅橋車站的10號線 有大批的乘客 其餘的路線只有零星的乘客 上海的地鐵總是人幾人 但從網傳的視頻看 如今上海公交車地鐵幾乎空5億人 面對40多天大封城帶來的經濟重挫 上海官媒極力的造假宣傳 企圖製造解封之後的上海繁榮景象 結果連連翻車 在上海恢復地鐵運行的第一天 一個官媒記者實地採訪一位阿姨 結果阿姨說了實話 話筒和攝像都拿開了 記者草草地收場 來看視頻 記者又採訪另一位女市民 同樣的 當這個市民說出實情 記者的話筒趕忙拿開 匆匆結束採訪 為什麼上海公交地鐵出現這種現象 網傳微博照片也顯示 前往紅橋車站的10號線的車廂幾乎是滿滿的 大批的乘客都拖著行李箱 有人還穿著防護服 戴手套 防護罩 近日 上海由於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出現了當地人只能騎著共享單車 拖拽著行李箱 去火車站的奇觀 如今共享單車竟成為了逃離上海的必備神器 還有一個上海的男子在解封之後 冒著暴雨走10個小時37分鐘 成功抵達浦東機場 為趕第二天早上的飛機去日本 並順利的到達了目的地 21號 已經在上海被封閉快2個月的 臺灣著名藝人林一群發出視頻說 我就靜靜地看著這件大事 冬東封城應該有56七天了 這56天以來 白天晚上都這麼安靜 白天晚上都這麼安靜 這是幾百年難得一遇的 唉 我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我就再靜靜地看這件大事 近日 上海市衛健委發生人事異動 分析人士表示 敏感時刻 這個變動或涉及中共高層的內鬥 上海衛健委原有5位副主任 19號又新增了羅蒙和余濤兩人 公開信息顯示 羅蒙歷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附屬人際醫院副院長 余濤也曾任該醫院的副院長 還曾任復旦醫院後勤管理研究院的副院長 21號 時政評論人士李燕銘對大紀元表示 遇事可能有2名衛健委副主任被替換 背後或涉及中共的高層內鬥 3月28號 上海舉行的 《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 上海市衛健委主任烏京磊 首次以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 醫療救治組組長身份露面 此前一直是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出席 但28號的發布會張文宏沒有再出現 不過自4月17號之後 烏京磊被稱因為頭痛住院就沒再出席 直到5月1號才出現 4月份 中共紅三代的中國電商龍頭 京東CEO徐雷 以及中共元帥葉劍英的孫女葉靜子 接連在網上發聲 暗示習近平的政敵 以中共前黨會江澤民 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為首的 上海幫官員正藉由疫情返席 此前 上海官場有大量官員 用躺平的方式消極抵抗 動態清零政策 4月8號 上海浦東新區的3名處級官員 因為防疫不利被免職 同時 習近平一邊向上海調兵 一邊通過官媒向上海官員喊話 要求他們摒棄躺平心態 李彥明表示 上海官場躺平 對抗習近平中央的動態清零指令 不斷傳出醫療衛生系統專家 官員公開質疑 反對動態清零的消息 另一方面 上海核酸檢測結果假陽性頻線 醫院延誤救治導致命案等亂象從生 上海衛健委作為主管機關罪責難逃 22號 拜登表示 他並不擔心朝鮮在亞洲進行核試驗的可能性 美國已經準備好了應對朝鮮的任何行動 在離開韓國之前 拜登還向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傳遞了一個信息 朝鮮近幾個月來頻繁地進行導彈測試 僅在本月就已經至少進行了兩次測試 加劇了朝鮮半島地區的緊張局勢 拜登啟程前往日本前對記者說 我們對朝鮮的任何行動都做好了準備 我們已經認真考慮過 如何回應他們所做的任何事 當拜登被記者問及想向金正恩傳達什麼信息時 他只說了你好 美國情報顯示 在拜登首次訪問亞洲期間 朝鮮可能會再次試射洲際彈道導彈 或是進行核試驗 但有分析人士表示 朝鮮可能在拜登離開該地區之後進行試射 一天前 拜登和新任的韓國總統尹錫悅 同意考慮舉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並可能在該地區部署 更多具有核能力的美國武器 以回應朝鮮的武器試驗 韓國曾在2016年 部署美國的薩德反導彈系統 儘管韓國部署這一系統 意在應對朝鮮的潛在導彈襲擊 但卻激怒了中共 從而引發中共進行經濟報復 中共軍方表示 薩德將削弱中共何微設立 中共官員曾經對薩德系統高達2000公里的 X光雷達覆蓋範圍表示擔憂 稱這一範圍已經足夠深入到中國內地 21日 拜登在訪問韓國期間表示 朝鮮沒有對美國提供新冠疫苗等提議作出回應 如果他確信朝鮮領導人準備真誠地進行會談 他會考慮與金正恩舉行會談 路透社報導 當被問及拜登是否願意採取 具體措施打破僵局時 一名美國官員說 美國政府尋求的是認真接觸 而不是裝槍作勢 這是一個只有朝鮮才能做出的決定 出發前往日本之前 拜登在烏山空軍基地 會見了美國軍人和韓國軍人 並試圖向對手發出美韓聯合力量的信號 22日 俄方首席談判代表表示 莫斯科願意與烏克蘭恢復談判 但繼續談判的主動權在基輔手上 烏克蘭則排除與俄羅斯恢復停火談判 並說 基輔不會接受任何有關割讓領土的協議 俄國首席談判人員梅丁斯基 接受白俄羅斯電視臺訪問時表示 凍結談判完全是烏克蘭方面的提議 求現在在他們手上 俄羅斯從未拒絕談判 烏克蘭總統府顧問波多利亞科坦承 基輔對戰爭的立場變得更堅定 不妥協 就烏克蘭而言 讓步只會適得其反 因為任何停火協議之後 俄羅斯只會打得更兇 任何讓步之後 戰爭仍不會終結 只會暫停一段時間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初期 兩國代表團會定期舉行面對面與視訊會談 俄烏外長於3月在土耳其磋商 隨後 雙方又在伊斯坦堡舉行了代表團會議 此後 談判停滯 迄今仍沒有具體的成果 烏克蘭總統府顧問兼烏方首席談判人員 波多利亞科17日表示 由於先前談判缺乏實質的進展 與莫斯科的和談已經暫停 當天 澤連斯基力促讓烏克蘭加入歐盟 他說 唯有外交突破而非直接的軍事勝利 才可以終結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戰亂蹂躏的烏克蘭應該是歐盟的正式候選人 駁回了法國總統馬克龍等部分歐盟領袖 已成立某種政治社群 作為匯集申請等待區的建議 英國當地時間22日 英超聯賽結束了本賽季的最後一輪比賽 曼城主場逆轉取勝 蟬聯冠軍 韓國球星孫興敏 梅開二度 與薩拉赫共享金靴 賽前 曼城積分榜上1億分領先利物浦 並且擁有6個競勝球的優勢 最後一輪只需要主場戰勝阿斯頓維拉 便可以確保獲得本賽季的英超冠軍 但比賽第36分鐘 維拉右後衛卡什門前投球強點破門得分 第68分鐘 維拉前鋒沃特金斯前場投球百度給庫蒂尼奧 後者右腳低射球門得分 維拉2比0領先 此時 在另一塊場地上 利物浦隊與狼隊比分暫時為1比1平 利物浦只需要再進一球 就可以在積分榜上反超曼城 被拘到絕境的曼城 開始反擊 比賽第76分鐘 京東安後點投球破門 曼城搬回一球 第78分鐘 羅德里進區外地滾球 推射球進 曼城搬平比分 第80分鐘 德布勞內代球突入禁區 助攻京東安完成梅卡爾度 曼城3比2反超 另一方面 利物浦憑借薩拉赫和羅伯遜 在第84分鐘和第89分鐘的進球 3比1擊敗狼隊 但曼城也同樣將3比2的比分保持到中場 最終曼城以1分的優勢力壓力無譜 成功衛冕英超聯賽的冠軍 這是曼城的第4座英超冠軍獎盃 當天 同時進行的另一場比賽中 托特納姆熱次隊客場5比0戰勝諾貝奇隊 確保了下賽季的歐冠參賽資格 隊內的韓國射手孫興敏在比賽第70分鐘和第75分鐘連入兩球 使他的賽季總進球數達到23球 追憑利物浦射手薩拉赫兩人共同分享本賽季英超最佳射手的稱號 不過 孫興敏的進球沒有一個來自點球 而薩拉赫打入5個點球 顯然 孫興敏的進球含金量更省一籌 孫興敏是亞洲球員第一次獲得歐洲五大聯賽最佳射手稱號 而且還是被譽為當今世界第一足球聯賽的英超聯賽 華人網友說 中國足球之所以40年來一貫的猥瑣 跟技術沒有關係 跟金錢更沒有關係 唯一有關係的是自由 優秀的球隊是自由之上的聯合 而不是聯合之上的自由 每個球員必須首先是充分自由的 充分到每個細胞 否則就不可能成就好球員 更談不上好球隊 以此標準就可以簡單看出中國足球的問題所在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TV的頻道 就請幫助我們訂閱 點讚和轉發 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